八头生女神缠上闺蜜男友!被爆两人及时都婊子!富二代圈丸超大,一堆婊兄弟! 这种小魔,富二代圈子真的是很乱啊! 韩国健身女神潘南葵!无关精致,经常分享自己运动影片,吸引许多粉丝追踪。 她近年还积极前往中国发展,并开设微博跟网友互动。 没想到近日爆出,她感想闺蜜的中国富二代男友,导致怀孕闺蜜被抛弃。 网友质疑,她学中文的目的就是想调中国富二代,这个韩国小三也太贱了吧! 还向微博,国内外白赴美揭秘爆料,潘南葵明知蓝柏林是闺蜜男友还运吃,事后又传讯一跟蓝柏林交往,强调自己认识很多富二代,但觉得和她是真爱,气得闺蜜将讯息全PO出,这有什么好炫耀的? 被指负新的蓝柏林得知此事,也出面回应,她说自己只跟前女友交往几天就分手,几个月之后,前女友居然抱了一个小孩来说是她的,有本事就不要再来烦我们,真的恶心。 事件持续燃烧,有网友更爆料,其实潘南葵和闺蜜都只是所谓的外围女,潘南葵的前男友也是蓝柏林的麻吉,这些小魔就是一个富二代换过一个富二代,大家其实都是表兄弟。 网友也回应,这个绝了。 中国富二代真的很爱含女爱,互相都是表兄弟,不错。 说个笑话,这是真爱,一表三千里。 中国富二代换过一个富三千里。 中国富三千里。